这个在线网校这个平台的一个业务结构的一个概览 因为我们呢 在线网校虽然是一个实战课 但是呢 这个项目呢 是从零到一 或者说是从无到有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呢 我们每一个节点啊 就是说从无到有啊 产生这么一个过程的每一个节点 我希望都会给大家介绍到 因为实战课呢 不是只去学习一些代码 只去学习一些代码的话 你看圆码 远远比看视频来的要快一些 我相信呢 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 从无到有这么一个过程中 它的理论上的一些知识 同样是很重要的 甚至有的时候比这个代码还要重要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本杰克的知识点 我们首先呢 来介绍一下啊 在线网校它产生的一个背景 那这个背景呢 其实就是当前啊 这个互联网教育比较热啊 这样一个背景 比如说木科网 比如说网易云科 比如说腾讯啊 也有他自己的对吧 互联网教育的这样一个平台都有 包括有很多网站 那么这个网校啊 为什么会产生 其实这个就相当于 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大的一个互联网的市场 我们不论是一个在公司做项目 或者说你是由创业团队做项目 既然你去做一个东西 肯定有他存在的价值 对吧 肯定他有一个背景 你才能去做这个东西 对吧 其次呢 我们介绍一下 在线网校它的一个业务结构的整体的一个概念 因为在线网校呢 我们是高网木科网的 所以木科网的一个业务结构呢 可能大家呢 去学视频的时候 只是去看视频 没有从整体上去看一下 木科网它的一个业务结构 我们呢 去给大家稍作一些讲解 这个也只是我 从不可望这个网站上 得到的一些信息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其实它是一个B2C的一个结构 我们先看一下 在线网校平台 它产生的一个背景 那互联网教育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说 比如说几年前 为什么互联网教育 它没有现在这么热 主要是什么呢 其实主要是在于客户端的变化 还有带宽这个硬件的提高 其实客户端呢 比如说几年前 比如说五年前十年前 那会儿呢 大家基本上都是用PC多一点 就说我在上班的路上 就是说我其他的 在外面的时间 我不知道该干嘛 对吧 那时候手机 都是罗基亚什么之类的 那个时候的手机 不是像现在这个智能手机这样 对吧 你现在智能手机 基本上就是都是大屏的 大家都在看视频 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会儿都是小屏的 你怎么看视频呢 对吧 就说我这个用户的人群 它压根就没有 它受众 它没有 你做这个网校赞线平台 它的用户就上不来 对吧 我只能在PD上去看一些视频 这个时候可能 大家的碎片化的时间 就利用不起来 但是到后来的发展 就是智能手机 我就发展起来之后 而且 盖管这个硬件 它也支撑起来了 因为之前的都是二级三级 能发发短信 就不错了 那现在就是四级五级 对吧 你每个月的流量也上来了 你每个月的流量 可能有人是有三级 十级五级 你这么多的流量 你完全可以看视频 对吧 所以呢 就是说 大家比如说在公交车上 在上班的路上 或者在等人的时候 或者在外面 基本上手机拿出来之后 就可以去学习一些东西 这个时候呢 就是 在线网销 它产生的一个背景 就是 我们说内容付费 这个东西 其实现在 大家已经有这个共识了 就是说 我在网上花钱 就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它已经成为一个共识了 因为互联网 最开始的时候 讲的是什么免费 对吧 现在呢 其实付费 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了 那我们这个通过 这个在线网销 去学一些视频的时候 对吧 有的是收费的 那大家也会去学 因为呢 收费本来也不贵 然后呢 你去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就能学到知识 你又可以把自己的 碎片化时间利用起来 对吧 这个完全就可以 完全就可以 达到这么一个要求 这就是在线网销平台 它产生的一个价值 它的一个背景 那应年技术的提高 和碎片化时间的利用 这个是目前呢 就是大部分人 存在的一个痛点了 就是 我有很多碎片化的时间 我在上班的路上 我在等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不知道干什么 你可能就刷微信 刷微博 你也可能去学习 去出面 因为这个社会的 节奏变化是很快的 对吧 现在你想 我们以前得到的信息量 跟现在得到的信息量 完全就是不是一个等级的 而且现在的节奏变化很快 一年不去学习互联网 不去学习一些技术知识 你一年 只要一年 你会感觉 比人家弱后很多 对吧 大家明显有这个感觉 所以呢 我们大部分的人 会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的利用上 去学习一些东西 学习一些技术 学习一些知识点 然后呢 希望自己在你的职业生涯中 就是说做得更久 对吧 在竞争中呢 可以脱颖而出 那在线网销教育平台 它存在的价值 它存在的价值 就是让广大的网友 让广大的用户 可以学习到一些 存在的真正有价值的知识 因为我刚刚有说 现在互联网 为什么有内容说 为它这个 比较有趋势 或者说比较热门一点 因为什么 因为就是现在互联网上的 一些知识点 太多了 真真假假 你根本都分不清 对吧 摆脱一个医院 他肯定来个不便宜医院 对吧 没有什么办法 对吧 就是真真假假的东西 太多了 我们根本都分不清 去学习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大家也不会在意 就是那点钱 对不对 本来那他也不贵 对吧 那像现在的 比如说分达平台 比如说 那个微信公众号里面的打赏 什么之类的 还有一些医疗的问答平台 它都发展起来了 为什么 这是一个趋势 对吧 大家愿意花那么点钱 去得到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这才是互联网 就是他给我们 就是普通人带来最大的便利 也是我们网上在线平台 在线教育这个平台 在线网上这个平台 它存在真正的价值 大家无论是 你在公司内部 在企业内部 去启动一个新项目 或者说你创业团队 去做一个新产品 它的存在的价值 就是它最核心的竞争率 这个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点 如果说你去做一个东西 比如说你去创业 你想出来创业 你去做一个产品 当你想不清楚 它真正的价值的时候 我建议你就不要动手 对吧 你真正的想清楚 它真正的价值是什么 它能给这个用户 带来什么样的价值 如果说这个价值是存在的 我说很清晰的 你就可以放手去做 比如说现在的OFO 这种单车什么之类的 它给这个用户 带来很多的便利 对不对 那当时为什么没有人想到 现在有人想到 就错了 对不对 还有人当时说 这个车子不好管理 对吧 但是它确实给用户带来了价值 所以就有人去用 我们在线网销这个平台 它存在价值 就是把大家催眠 我的时间给利用起来 让大家学习到真正 有价值的知识 这就是它存在的价值 这个很重要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线网销的业务结构的一个介绍 其实我们这个平台 主要是针对什么 主要是针对课程 做一个讲解的 就是这个课程 是最核心的东西 这个课程 用物来学习的是课程 老师产生的 产出的是课程 运营管理的是课程 所以这个课程是很重要的 对于课程 我们分两块 分线上和线下两部分 对于线上 就是大家在看的这个视频 就是大家在网站上 看到这个视频 就是线上 线下 其实就是运营 跟线下的教师的 运营端 就是B端 跟线下的教师去一个沟通 这个是线上的 去一个沟通 跟教师在线下做一个沟通 拿到了这个视频 拿到视频之后 发布到这个平台 然后学员去学习 这个是线上的一个流程 这个是线下的流程 虽然说 这个学员 比如说就是当前的 看视频的这个同学了 对吧 虽然说你看到这个视频 就是一个简单的视频 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 你把它看完了 其实它这个背后 它的背后 其实要做很多东西的 就是教师 他跟教师去确认 跟这个运营端的 一些经历之类去沟通 他觉得你这个视频OK 录制的也OK 然后你就会放到 这个在线网校平台上 然后学员去学习 那我们这个一个过程 其实又是一个 B2C的过程 B端和C端的一个过程 B2C的一个过程 不是C2C的对吧 C2C应该是什么 教师的上传视频 类似于 你说UQA之类的这种 它是一个B2C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这个在线网校 这个项目 要保证这个视频的质量 因为我们是高反目科网 其实目科网的结构就是这样 那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体的 一个业务的介绍了 对吧 因为这个针对这个课程 教师也可以做一些 答疑什么之类的 这就是我们整体在线网校 一个业务的介绍 大家要清晰 我们这几个重要的角色 和这个流程 因为后面我们讲的时候 就是运营端 是有运营端的一个项目 课程平台是PC站的一个项目 它都有对应在每一个项目 后面我们BPT 也会讲到这个理论的知识 所以大家先有个清晰的认识 好 这就是我们本节课的内容 上节课呢 我们主要介绍了 这个平台的一个业务结构的 一个概念 本节课呢 我们主要来看一下 平台角色的一个划分 也是一个概念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知识点 本节课呢 主要的就是平台角色的一个概念 那平台角色呢 我们这个项目的角色划分的 力度比较粗一点 而知识的项目 正常的就是说 你在企业内部 一个平台的角色的划分 其实是它的力度是很细的 要分成什么用户 角色 权限 操作等等 比如说有的公司 它做单点登录 那不同的系统 它通过一套这个 单点登录去实现 其实它是一个 很庞大的一个工程 很复杂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课程呢 它不会讲那么细 我们只是把这个角色 划分到不同的项目上面 并没有做这个角色权限 什么之类的这个认证 后面呢 我们讲到那个数据库的设计的时候 大家就能够了解到了 我们那个角色呢 其实是没有任何表的 只有这个一个用户表 因为呢 我们重点的是 讲这个实战课 讲这个在线网校 这个网站啊 它的一个产生 而不是重点 讲这个角色的划分 所以呢 我们把一些 吱吱压压的都给砍掉 我们主要讲这个主干的产生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平台角色的一个概念 那之前我们有介绍 这个在线网校 它在web应用上分三个 OC portal OC with chat 和OC operator 这三个项目 OC portal呢 就是我们的PC站 OC with chat 就是我们的M站 和OC operator 就是我们运营端的CMS管理 那我们刚刚有说 我们这个平台的角色呢 其实它对应的 力度是这个项目 而不是里面的操作啊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平台有几个角色 有三个角色 学生 教师和运营 如果说你看了上几课的 那个业务结构的概念 你也应该能了解到 学生 教师 运营 他们对应的项目 其实你应该能猜得到了 本来我们就是 再来讲解一下 那学生呢 其实重要的就是来学习视频 无论是你在PC上学 还是在手机上学 都是在学习视频 所以学生对应的项目 有两个 一个是PC站 一个是M站 M站就是OC为拆的 PC站就是OC portal 对吧 学生呢 就是说他对应的这两个 项目呢 只有两个 就是这两个 我们来的这个项目呢 肯定学生是不能参与的 对吧 那教师呢 其实就一个 就是OC portal 教师对应这个项目 主要是做的什么呢 主要是做的跟学生互动 比如说答疑 比如说评论 主要是做这么一个互动 那教师上版视频 我们有讲 上几课有讲 我们这个平台是一个B2C的结构 不是一个C2C的结构 所以教师他在这个网站上 这个PC站上 只是做答疑 那这个M站呢 我们没有做答疑 这样一个功能 所以呢 教师呢 只是在PC站上 如果说你想在M站上做答疑 那好 那你再把功能来分会一下 然后呢 教师就是这个OC portal 但是呢 教师跟运维 很多地方的沟通呢 都是在线下的 上几课我们讲的时候 那个右概览的时候 大家又了解到 教师跟运维 其实线下沟通是很多的 那这个视频录制呢 最终是有运维上传上去的 最终会运维通过这个OC operator 通过这个CMS平台 跟线下啊 拿到老师提供的这个视频 给上传上去 学生就能看到 那其实呢 我们这个平台重要的 这个一个角色 对应的项目啊 就是这样 运维对应的是OC operator 这个项目 教师对应的是OC portal 这个项目 学生呢 对应是OC portal OC operator OC with chat 这个项目 那但是呢 大家知道啊 运维 是不是他也可以是学生 完全是可以的 比如说 我们这个网站的某一个运维 他也想去学习视频 他也想去学习 一些加法开发的知识 对吧 那好 他是不是就是学生了 一个权限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 用户角色权限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 一个功能点 我们这里不讲 就是因为在这里啊 就是每一个角色 它是有交叉的 因为我们这个后面 我们介绍表结构的时候 大家就了解到 其实我们这三个角色 是放一个表里面的 就是三个用户 是在一个用户表里面 那他只是通过一个 road type来区分 所以呢 我们这里面就区分的 比较粗一点 那对于运维 有OC portal 和OC with chat 这两个项目的一个 权限去看了 其实就仅仅是 他可以登录去看 我们只是在业务上来讲 他有这个 登录这个网站的权限 只是在业务上来讲 那具体的技术 没有做一些filter 就是没有做一些 单点能录 或者说这个权限的 一个过滤没有做 这个大家要了解到 那当然了 教师呢 他也可以作为 一个学生的角色 来去看视频 对不对 教师是不是可以 作为一个学生的角色 他可以在 OC portal这个网站上 跟学生打疑 他也可以作为 一个学生的角色 在OC portal这个网站上 是不是去学习视频 那教师一样的 也可以在 这一个交叉的一个结构 二维的结构 就是我们这个 平台角色的一个概览 大家有一个了解 因为我们后面呢 就是用不同用户 去登录的时候 当然我们这个用户呢 告诉大家 他是什么角色的 去登录的时候 我们呢 并不会说 在后台的功能中 去过滤 他这个用户的角色 我们只是呢 在业务上有个了解 他对应的角色的 对应的项目的力度 这个角色对应项目的力度 是什么 就是对应的项目 我们只是在业务上 有个了解 这就是本杰克的 重要的知识点 你看啊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平台技术结构的一个概览 我们前面了解 介绍了这个角色 介绍了业务的流程 对不对 那业务结构的概览 了解了 角色也了解了 下面就是说 我如何把这些角色 跟这些业务去实现 那其实就是 我们有一个技术选行 就是平台技术 结构的一个概览 我们这个项目 是如何去做出来的 它的架构 或者说它的一个构建 流程是什么 它的技术 平台的技术选行是什么 我们来简单的 做一个结构的概览 我们看一下知识点 第一个 我们用了哪些主要的技术 主要的技术呢 其实Spring Mapartist 之类的 这些都是主流的技术 我们都用了 然后会用一些 MemberCatch 换存的技术 还用到了七牛云服务器 我们上传这个图片之类的 都是通过七牛云 去处理图片的 然后MAMIN构建 平台技术结构 介绍 MAMIN构建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在前面就讲到了 MAMIN构建这个项目 只是我们通过 来讲解MAMIN构建 但是我们没有讲 MAMIN构建这个项目 在平台的一个技术结构 这节课呢 我们来讲一下 其实如果说 前面的视频你看了 对于这节的内容 大部分已经有一个了解了 最后我们来讲一下 技术上的一个部署 分布式部署 NGS在TEMOcast 做一个分布式部署 因为之前我们有讲到 它分的是OCPoto OCWeChat OCOperator 三个项目 我们有讲 为什么说 现在互联网的平台 它都是分布式的部署 而不是通过一个应用部署 一个应用部署的弊段很大 一个倒掉了 所有倒掉 对吧 一个升级 所有的都跟着升级 其实这是不合理的 我们会讲一下部署 所以本节课的知识点 就重点三个 第一个 我们选技术选行是什么 第二 我们这个构建的过程 是什么样的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构建 第三个 构建完了 最后要发布 我们是怎么发布的 我们是通过NGS 加TEMOcast 通过是部署的发布方式 平台技术结构 那我们分两块 一个是客户端 和一个是服务器端 那对于客户端 和服务器端 其实这个概念 不是像 我们这里面讲解的这样 我们这里面讲解的客户端 指的就是浏览器 大家清楚 这个客户端指的就是浏览器 但是真正的客户端 你从广义的角度来讲 它指的不简简单单是浏览器 对吧 比如说你一个APP 那整个APP 它就属于一个客户端 APP里面可能也有后台的代码 但是它这个后台的代码 是跟APP绑定 它就属于一个客户端 这个是一个广义的客户端 大家不要理解成 客户端其实就是浏览器 其实这个理解不是很准确的 但是我们这个平台里面 介绍的这个客户端 就是指浏览器 那这个浏览器有分两种 一个是PC站上的浏览器 一个是M站上的浏览器 那M站上的浏览器 其实就是微信公众号 PC站上浏览器 就是我们这个普通的浏览器 服务器端 我们正常的 从一个业务来讲 分三层 service层 DAO层 还有一个什么 control层 对不对 那最终呢 DAO层跟数据库 做数据库 最基础的一个访问 数据库DB 做一个基础的访问 Domino是跟数据库 形成一个ORM形式 对不对 那PC站M站 跟服务集团交互的时候 主要是通过control 跟这个service交互 对不对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还会多一个business层 为什么会有business层 因为service层 它的力度是比较小的 对数据库操作比较小的 那business层 就是真正的业务层 它的一个力度 有可能比较大 那可能说这点呢 可能大家就是说 比较抽象一点 我来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用户登录的时候 登录完成之后 比如说我要更新一下 这个用户登录的时间 登录的这个IP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 登录时间登录IP 放在另一个表里面 我们不是在同一个表里面 是不是我要更新两张表 对吧 那每一次登录 我都要去更新两张表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可以把这个业务 放在一个service层里面 就是在登录的时候 因为无论是你从PC站登录 还是从M站登录 那这个动作是一定要发生的 就是我要更新两张表 这个动作一定要发生的 那我可以把它做到service层里面 但是在business层 我这个PC站登录 跟M站登录是不一样的 我PC站登录的时候 我是通过输入用密码登录 M站登录的时候 我们是通过微信公众号的 那个保守认证去登录的 那他们的business层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呢 在business层 我会处理不同的业务 但是在service层的登录 就更新两张表 确实一样的 这个business层 跟service层可能有的公司 它会划分 有的公司它不会划分 这个时候就看你这个 真正就是这个项目的大小了 但是呢 我们这里面会给大家 把每个支持点都讲到 就是说在企业的实战中 它会有这么一个支持点 就这么一个business层在里面 这个business层 跟service层 它的力度是不一样的 重点就是在这里 它们的力度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我们会讲到了memory catch 就是我们对 底层数据库的访问 比如说这个访问量比较大 我们就用memory catch 我会给大家讲一下 memory catch这个支持点 基本上呢 就是任何一个网站 它的还存技术 是必然会用到的 只是呢 有的公司用的不同 有的公司有memory catch 有的公司有redis 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说缓存的技术 它更有一个缺点 但是基本上这两项技术 memory catch和redis 或者其他的缓存技术 它都会用到 那M站 我们说了 它是做在微信公众号里面 所以呢 我们这里面M站 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最终它有个微信公众号 接入这个支持点 我们也会有讲到 然后图片服务器 大家知道 我们任何一个网站 它的图片 跟它的网站 其实都是分开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会讲到 ngex加他们开的 分布式部署 其实图片的时候 它也是一个 分布式部署的 正常的话 网站都有自己的 图片服务器 目客网 它也有自己的图片服务器 这是任何一个网站 都是立备的一个功能 但是呢 我们去讲一个图片服务器 也不限制 所以呢 这里面我们就引入了一个云 云端的一个图片 存储的一个功能 一个工具吧 你就理解成 就是清旧云 我们会把这个图片 放在清旧云上 因为为什么会有 我要存到清旧云呢 因为图片服务器 它处理图片的时候 比如说有大有小 图像的 比如说有32乘32的 128乘128的 对吧 我不可能所有的地方 都呈现48乘48 或32乘32的 那是不是就太小了 那在有些地方呈现 它需要呈现128乘128的 如果你呈现32乘32的 它是不是就虚了 所以呢 它会有图片处理 这样一个功能 图片服务器 主要做的就是这个 这样的话会保证啊 你这不同的地方 显示图片的时候 它的用户体验 都是非常好的 而且图片服务器 跟这个应用服务器 如果分开的话 你图片服务器挂了 不代表你这个应用 访问不了 其实跟我们讲的 那个NGX分布式部署 是一个道理 当然了 如果说你这个 客户端有APP 我们刚刚有说 如果说你自己 又做了一个APP 对吧 你一样是可以 作为客户端的 它跟服务器端的交互 其实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那APP里面 可能跟服务器端的交互 就是通过什么REST 之类的 这种技术 就实现了 它的思路 跟普通的PC站M站的访问 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 只是它是客户端的 一种展示形式而已 重点我们还是 在服务器端的一些开发 如果说这个项目 我们开发完了 我们基础选行 什么之类的 最终打成挖包了 我们去下去发布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项目 其实是最后 在发布的时候 我们会给大家讲一下 NGX加特区CAT 就做一个分布式的部署 那分布式部署的时候 我们肯定是三个项目 对不对 三个项目就是OCPoto OCWeChat 和OCAppRate 就是主站 运维站和M站 运维就是CMS站 对吧 那这三个项目 肯定我对应到 三个不同的应用里面 三个不同的TOMCAT 那我这三个不同的TOMCAT 我就访问的时候 我肯定是通过 三个不同的域名去访问的 对吧 三个不同的域名 就像之前我们讲 那个新浪SAE的时候 三个不同的域名 对不对 我可以申请 三个不同的域名访问 那正常你去申请域名的时候 我申请一个主站域名 比如说 我们叫OlineCollege 叫OC.com 那么其他的 基本上都是作为二级域名 二级域名做映射的 OCE OPT是认为的 M.OC.com 是作为M站的 基本上它都是通过二级域名 我不可能去申请多个域名 你申请多个域名的话 你就会有什么 跨域访问之类的 等等问题出现 很麻烦 那我们这里面 其实域名申请之后 你通过前端 去访问的时候 都是通过NGX做分发 它会根据不同的域名 转到不同的应用服务器上 这样是一个过程 那我们的分布式部署 其实就是这样 这样一个过程 那M站 我去访问M站的时候 它到的就是M站 我去访问这个运维站的时候 通过OBT.OC.com 访问的时候 它到了运维 其实都是通过NGX做的 还有一个图片服务器 之前我们有讲 那我们部署的时候 当然这个域名呢 你是申请不到的 对不对 你域名单 因为我们说了 我们是通过SIE部署的 所以这个域名单 都是假的 对不对 都是自己去申请的 那真正的去 你这个 如果说你这个项目做完了 比如说木科网站的项目做完了 你发布的时候 这个域名什么之类都要备案的 我们呢 主要是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样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 真正去 不会去申请域名了 主要是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 我们分布式部署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流程 部署到NGX TOMCAD 这样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重点讲这个流程 了解一下 当然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 微信公众号的一个服务器 因为我们这个服务器 这个M站 跟这个微信公众号 它是有一个交互的 它有一个认证的 他们俩会有交互的 所以这里呢 我们也简单的提一下 从整体上看 我们这个服务器端 基本上就是 他们开始三个应用服务器 一个NGX服务器 那简单的访问 都通过不同的域名 这个是代表什么 OC portal OC operator 和OC微策的 三个不同的项目 我就访问的时候 他们单独访问在 不同的应用服务器上 分布式部署的一个好处是什么 就是一个网站挂掉了 比如说M站大掉了 不会影响我 主站跟运维站 那我运维可能升级的比较多 我运维升级了 不会影响我的主站跟M站 非常是它的一个最大的好处 好 这几个呢 就主要我们这个技术结构 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本节课呢 我们主要来看一下 平台项目结构概念 我们在2-1和2-3中 分别介绍了 在线网效项目的业务结构 以及它的技术结构 那但是呢 我们只是在PPT中讲解的 没有在Eclipse中 对他们做一个讲解 那本节课呢 我们就在Eclipse中 把这两节中 所涉及的比较重要的 关于这个项目的知识点 我们在Eclipse中 给他讲解一下 这样的话 后面我们再讲实战的过程中 这几个项目的结构 我们就不做详细讲解了 在这里呢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Wiki 这个Wiki呢 写的比较简单 我们呢 这个Wiki列出了六个项目 这六个项目分别是 OC Project OC Operator OC Portal OC WeChat OC Service和OC Common 大家可以看到 其中呢 OC Project 它是作为一个总项目 或者副项目存在的 那OC Operator Portal和WeChat 它们呢分别输出的是 挖包的形式 而且是这个 OC Project的子项目 也就是它的一个module 也是它的一个模块 那OC Service和OC Common呢 同样是OC Project的子项目 那也是OC Project的两个模块 好 我们先看一下 OC Project这个项目的 Pump文件 那从这个Pump文件中 我们可以看到 它packaging 最终的输出是Pump 那版本 我们都是用的1.0.0 The Snapshot 都是用这个版本 包括其他的几个项目 都是这个版本 那它的输出呢 是Pump 然后里面会有Properties 还有Dependence 那Properties呢 就是一些基本的配置 比如说Spring的版本号 我们在这里配了 那Dependence 就是它依赖的家包 对于一些Dependence的一些细节 我们这里面不做讲解 大家下载下来圆码 就可以看到这些Dependence 我们偷到最后 会看到一个modules modules就是代表着 我这个OC Project 有哪些子项目 其中有Commet Service Poto 还有Operator WeChat 这五个子项目 那就是说 我这个OC Project中 有五个子项目 那我们在这个 package Explorer当中 看到OC Project 下面有五个文件夹 对吧 但是呢 这五个文件夹 又跟OC Project 是平级的 好像有点奇怪 其实呢 这是Eclipse 在导入 这个MainWin Project 的时候 它自己处理的 它会把这五个项目 分别放在外面 就是说 我在这个Explower当中 看到的 它们是平级的 但是我在 硬盘的目录中 看到 它们确实是在 OC Project下面的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然后呢 这个就是 OC Project的PoM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OC Common的PoM OC Common的PoM 我们知道 它输入的是架包 对不对 但是呢 它的副项目 是OC Project 所以这里面 有一个节点 叫Parent 节点 那这个节点 就是代表的 我OC Common 计程字 OC Project 然后它有自己的 Properties 也有自己的Dependence Dependence很简单 就是GUnit 这个OC Common的包 比较简单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OC Portal的包 OC Portal这个项目 OC Portal这个项目 同样是计程字 OC Project Parent 它也一样 我们输出的是 挖包 它的版本也一样 是1.0.0 Snapshot 但是它输出的是挖包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Dependence 它的Dependence 与OC Common的Dependence 有所区别 区别在于 它依赖了OC Common 和OC Service 这两个包 其实呢 就是我组合了 OC Common和OC Service 这两个项目 因为呢 我们这个OC Portal 对Common和Service 中的一些类 一些业务 它有调用 所以呢 它就有依赖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 它依赖了POR 就是说我这个Port 我单独需要POR的包 我单独需要POR的包 所以呢 它就单独引用 那对于OC Project 这个词当中的 POR的Dependence 是代表着 这五个项目 都需要的包 我们就放到 副项目当中 那对于每一个项目 它需要单独依赖的包 我们就放到 每一个单独项目的 泡沫面中 这就是OC Portal 与OC Comment 不同的地方 那其中呢 OC Service 和OC Comment 是类似的 OC Operator 和OC WeChat 和这个OC Portal 是类似的 所以呢 我们就不带大家 看这两个项目了 好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 之间的结构 也就是我们平台 业务结构的介绍 里面所涉及到的 项目之间的 一个依赖关系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每一个项目中的 一些技术点 一些代码 或者说一些 加快的package 这个OC Portal 我们可以看到 里面有SRC Man Java 和SRC Man Resources Java中呢 放的主要是 Java文件 Resource主要是 放的是资源文件 再往下看 有个Web App 这个Web App呢 就相当于 我们构建一个 普通的Web Project的 Web Content 或者Web Route 我们创建一个 Web项目 都有一个Web Route 或者Web Content 那Maven构建的时候呢 它的名字叫Web App 然后呢 这里面有个资源文件包 就是一些SS GS啊 都放到这个 IES下面 然后Web IEF下面 有Pages 有页面 Web.sml之类的 这就是OC Portal 它的自己的一个结构 我们看OC Portal 里面有一个 com.online.college 这一个package 我们所有的项目的package 都是以com.online.college 开头的 比如Porto 这个项目 我就是谍Porto出来 然后里面有Controller Business 还有VO 我们在讲 平台技术结构概念的时候 有讲到 页面中调用的时候 比如说Pages 调用的时候 到Control层 Control层之后 是到Service Service在哪里呢 Service在OC Service里面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这个里面Service 我们以这个COS 就是课程 这个某块为例 COS下面呢 有Service 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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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ol Control呢 一般这里面不用 我们把它删掉 那对于Service和Dio Service就是业务层 它是比较细利度的一个业务层 Dio Dio就是跟数据库 形成OM映射的一个bin Dio就是对数据库 基本的访问 那基本上呢 我们是Control层 会调到Service层 那如果说 Control层 有比较复杂的业务处理 我们会调到Business层 上一课呢 我们会有讲到Business层和Service层的关系 Service代表的是比较细利度的一个业务处理 Business代表比较粗利度的业务处理 当然了 有的公司它不用Business 它只用Service 这也是没关系的 在于你这个项目的体量的大小 如果相比较体量比较大了 甚至说Dio层它都开始分 那好 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OC portal里面的细节 就是Package和Resource 以及这个字样文件和WebF下面的一些配置 那对于这个WeChat和OC operator和这个OC portal是类似的 我们看一下OC comment中 OC comment中呢 我们是com.online.clare.com 这里面呢 有一些基本的一些加码文件 一些加码包 这些是不依赖于任何业务的 就说这个OC这个comment这个包 也可以被其他项目所引用 比如说分页的一些技术 可以在其他项目中直接去使用 也不是说 非要我这个OC portal或者说OC operator去使用它 因为它是跟业务无关的 跟业务基本上不相关的 它是纯技术的一个包 所以我们放到OC comment 那OC service呢 就是跟业务相关的 对底层数据库访问的一个包 其他的一个包就是operator portal 以及这个WeChat 就属于应用层的包 就是最终要发布成腕包 发布出去的 所以最终呢 我们其实真正去发布的时候 是发布这三个腕包 好 这就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知识点 平台的项目结构概览 那这个项目结构呢 就是这样 后面呢 我们在实战的代码的时候 主要是在这几个项目中 进行代码开发 进行代码讲解 这里呢 大家先熟悉一下这几个项目 熟悉一下他们的一个 基本的技术的调用过程 以及这几个项目之间的依赖关系 是这样的 现在这几个项目之间的 不就像我不想 这几个人 词